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辉达成为全球第一个5兆美元市值的公司,只用了短短两三年时间,这一切都要靠AI的爆发,但在黄仁勋看来,功臣还有一个。 那就是台积电,汇达的执行长黄仁勋,11月上旬再度访问台积电,亲赴晶片产线,并罕见出席晶片代工巨头的职工运动会。 这也是黄仁勋近三个月来第三次访问台积电,足以显示两家公司的紧密关系。 据悉,黄仁勋这一次的行程,加起来不足24个小时。 他先是返回台南老家,参访台积电晶圆18厂,那里是台积电三奈米制成的主要厂区。 作为吃瓜群众关注的焦点,黄仁勋随后与台积电董事长兼总裁魏哲家走进当地的牛肉火锅店,随后又打包了当地的知名水果冰沙。 实际上,这次黄仁勋又一次闪电访问台积电,行程只有22小时,这是近年来的第四次了。 而且每次来访都不是大事,至少表面上没有什么正式活动,而是来跟台积电公司打起人情牌。 这次来访是参与台积电的员工运动会。 这种事,如果是别的公司,顶多来个高管一字下。 但黄仁勋每次都是亲自来参加,这次的员工运动会也是特别嘉宾,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 黄仁勋夸赞台积电,帮助他建立了徽达,双方有着超过30年的合作。 没有台积电,就没有今日的徽达。 黄仁勋更是直接如此表示。 徽达执行长黄仁勋参加台积电的运动会时,甚至还对员工称,自己也是你们的家人。 黄仁勋在致辞中表达了对台湾的热爱,及对台积电的深厚情义与依赖,并强调台积电不仅是台湾的骄傲,也是全世界的骄傲,还自称是台积电家人,一同创造奇迹。 黄仁勋开场即展现幽默与亲切感,他首先询问在场人士,谁爱台积电,并自问自达到他,也爱台积电。 他表示,虽然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邀请他讲国语,但他坦诚自己的国语确实不好,甚至是想象的差。 尽管语言不流利,他仍表达了参与此次盛会的喜悦。 黄仁勋指出,他自己与台积电的关系已经长达30年,并对员工表示,我也是你们的家人。 他回忆起两家公司创立之初,无论是38年前的台积电,还是33年前的辉达,都曾经是小小公司的初创企业。 但是,他特别指出,如果没有台积电,就不会有今天的辉达,他大赞台积电是最棒的,并感谢台积电将它视为家人。 最后,黄仁勋总结时指出,现在辉达和台积电两家公司都已发展得那么大,那么重要,肩负着许多任务,工作也十分忙碌。 因此,他向台积电表达了深切的祝福与鼓励,大喊台积电加油,你最棒的,台积电我爱你。 至于双方的工作合作,黄仁勋没有提及,但自从这次拜访台积电之后,就参观了该公司的三奈米晶片工厂,双方肯定要谈先进工艺的订单,尤其是台积电又要涨价,多种配套晶片缺货的时刻。 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也提到了,黄仁勋要谈晶片供应,希望有更多的晶片产能,但具体数量保密。 前不久的GTC大会上,黄仁勋提到,Blackwell晶片过去四个季度已经出货600万片,预计整个生命周期将出货2000万片。 未来五个季度中,Blackwell及Rubin晶片预计能带来5000亿美元的销售额,由此可见对晶片产能的需求有多大。 科技媒体WCC F-Tech则报道称,报道称,辉达为应对下一代RubinAI晶片的爆炸性需求,正推动其主要代工伙伴台积电大幅提升3奈米工艺产能。 据联合新闻网报道,黄仁勋近期访台的核心目的之一,便是为了确保其下一代AI产品获得海量的300米产能。 为此,他亲自到访,负责3奈米工艺量产的台积电台南晶圆厂,就产能分配问题进行深入谈判。 报道指出,为满足挥达的巨大需求,台积电计划对其位于台南科学园区的晶圆厂进行大规模扩产。 该厂的3奈米工艺月产能,预计将从目前的10万片晶圆提升至16万片,增幅约为50%。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分新增产能中的很大一部分,预计将专门供应给辉达。 此据表明,辉达对其下一代Rubin AI晶片的市场需求抱有极高信心,因此决定提早预定产能,锁定未来的晶片供应。 辉达即将推出的Rubin AI产品线,被视为一次关键发表,预计将在运算效能上实现重大飞跃。 该系列晶片不仅将采用台积电更先进的N3P工艺制造,还将集成尖端的HBM4高频宽机一体技术,从而将AI算力推向全新标准。 对于台积电而言,以辉达为首的高效能运算,HPC客户是其营收的主要来源。 此次未辉达大幅扩产,意味着3奈米工艺将在未来数个季度内持续成为驱动台积电营收增长的核心动力。 另外,台积电3奈米世代正式进入黄金量产期。 第三季度,3奈米营收占比已提升至23%,成长幅度超越5奈米,成为带动整体营运的关键动能。 随着AI与云端应用全面扩张,台积电3奈米产线全速运转,南科Five18产能利用率UTR激进满载,AI晶片与旗舰行动晶片的需求热度仍持续升温。 业界传出,台积电3奈米月产能已从去年底的10万片规模,快速提升至10至11万片,并将于2025年进一步上砍16万片,增幅接近5成。 汇达成为最大推手,单月追加头片量达3.5万片,带动先进制成产能吃紧。 市场人士指出,汇达下一代Vera Rubin GPU及Rubin Ultra平台均采用台积电N3P制程,将呈明后年高效能运算HPC营收主力。 目前国际CSP云端服务供应商争相导入300米制程,明年除了汇达将使用台积电300米外,亚马逊AWS的字眼BI晶片, Training3,谷歌自研,AI加速器,TPUV7P,都将争抢3奈米产能。 先进封装CoreOS瓶颈相对不严重,津贴业者指出,明年主要挑战在于3奈米晶圆供应。 部分CSP大厂持续争取更多晶圆配额,如谷歌拟提供Anthropic百万颗TPU。 不过从原先供应链消息来看,有巨大的产能缺口,意味着可能挤压如辉达等对手之产能供给。 总体来看,半导体业者推测,黄仁勋多次来台,同时向外界展现与台积电的良好关系。 而进一步受邀出席运动会,为明年争取有限先进制程产能奠定基础。 在南科3奈米制程中,除了基本版N3,亦有改良版如N3E、N3P等,这些衍生节点针对效能、功耗、良率进行优化。 据预估,台积电明年3奈米制程占比进一步挑战三成以上,并以AI高效能预算HPC为主要成长动能。 除了产量提升,价格弹性同步上升。 据悉,供应链表示,台积电将于未来四年调涨先进制程价格调幅达3%至5%,凸显AI晶片需求殷切,最先进制程之晶圆代工已成卖方市场。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